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教育的立场 是体罚小孩 不管是修童也好 或者是还没有上学以前的小孩子也好 体罚不对的 不可以的 在美国的话 体罚的时候 如果这个小孩子 受到自己父母的体罚 如果这个小孩子知道 跑到警察那边去报告的话 那父母是会受到处罚的 那学校里边的老师 如果是体罚小孩子 那这个老师可能会被免职的 可是在我这个时代 这个体罚好像是蛮正常的 我小的时候 父母也打我 我觉得打的 当时打的热 好像是不打对 对我来讲 现在我还想一想 父母打的是对的 那么老师也打我的手 这个手心 要用戒策打的 我也觉得也是对 这个打错了的机会 对我来讲 至少我没有觉得发生过 没有发生过 对我来讲 那么现在的人呢 从我们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因为父母 会迁怒 也就是说自己 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 就拿小孩子来出气 或者是父亲母亲在外边 又受到什么委屈 挫折的时候 再回去打小孩 那小孩子并没有一定的错误 就打小孩 那么像这种 这不叫体罚 这些虐待的儿童 但是我也知道 有一些家庭的这个父母 对小孩子 非常不听话的小孩 给他轻轻地拍拍他的小屁股 还是蛮有用的 并不是要打死他 或者是打伤他 轻轻地打他几下子 那小孩子还是蛮管用的 但是呢 如果是常常打小孩的话呢 这个小孩就变成皮了 反正是 这个就是挨打 不管怎么样 就是挨打 因此呢 孩子们就会啊 有一种 叛逆性 抗拒性呢 还有一种啊 对于这个 父母的一种 怨恨性呢 也都会出现 还有对他们自己的一种 自尊心呢 受到挫折 那也变成自卑 或者是产生一种啊 特殊的行为 或者是特殊的心理 的一种情况 也会发生 因此呢 现在的人希望 父母不要打小孩 那么学校里边的老师们 打小孩啊 现在是规定不准打的 可是呢 现在有一些孩子们呢 是非常的顽皮的 如果 没有一种处罚 那小孩子们呢 他总觉得 反正没有事 所以是 现在有一些老师们呢 觉得很无奈的 这个一个班呢 有几十个小朋友 这一个老师啊 要照顾这个几十个小朋友啊 是相当不容易照顾的 那有几个小朋友 是特别调皮 特别顽皮的时候啊 这个老师就是 不知道什么犯了 要多付出时间呢 多付出关怀啊 付出耐心啊 在课堂上 尤其是在课外 课余 对这些比较顽皮的孩子啊 多给他们爱心 多给他们关怀 多给他们谈话 甚至于把他带到家里去 或者是呢 访问他们这个孩子的家庭 用这种方式呢 收效啊 可能比较好一些 因为这个孩子是人家的 现在法律上不准打人的 如果老师们呢 一个射手把小孩子打伤了 做事不是很好 就是不打伤 这个孩子啊 在人的面前 在许多人的面前 被打 他自尊心呢 受到伤害 因此呢 在我个人 我小的时候 我们就在老师打一个学生啊 因为是学生错误啊 打了以后是正常的 应该被打的 但是现在的小孩子是 不管怎么样啊 都是不应该打的 所以是在任何情况 发生的时候啊 老师打学生都是不应该的 都不可以的 允许这个老师们打小孩 以现在的情况来讲 可能打错误的情况蛮多的 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啊 这个要老师一个人呢 照顾那么多的小孩子 知道那么多的情况 很清楚啊 是比较不容易的 所以很可能就打错 打错了小孩子 只要打错一次两次啊 这个孩子就可能 从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变成一个坏学生 你对这个学生 可能造成终身的伤害 那是非常的遗憾 因此在现在的父母也好 现在的老师也好 我还是劝啊 不打 而是多一些关怀啊 比较好的 所以是关怀 就把小孩子当成大人 来啊 给他商量 给他谈心 给他这个做朋友 这个样子的时候 要比较打 这是更好一些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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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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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